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同学 同学 你拿把伞带走吧 李轩 你是不是领洋人啊 你以前是巴中的吗 我高三的时候会考作弊 是你妈亲自处分的 你真的作弊了 为什么 重要吗 当然啊 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怎么 你要替我平反了 恢复我的会考成绩 你妈让你离我远点 对吧 是 对吧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回答的 她说得对啊 我们完全不一样 你干嘛要叫我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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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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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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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连阳八中的 我叫李循 我知道你 会考改成绩的事是我做的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你要开除 你就开除我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学生 犯了错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 讨价还价呢 是吗 一个人犯了错误 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更何况你们年轻人 必须有错必揪 有错必责 这样你们才能健康成长 是我的错 我愿意接受惩罚 但这件事情和负义舟没有关系 他不能被开除 刘主任 您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你是不是没有听懂 我刚才说的话呀 会考作弊 这是非常严重的伪计行为 你们两个都跑不掉 这事没什么可商量的 你也赶紧回去吧 刘主任 同学 同学 你拿把伞带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